2月6日,土耳其和叙利亚北部地区发生两次7.8级地震 截至当地时间8日,已造成超过1.1万人遇难 受伤人数逾5万人 很多地方都出现停电、停水、断网以及燃料供应紧缺等情况 灾民正焦急地等待着救援人员的到来 但由于寒冷天气、道路阻断和余震等原因 当地救援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 镇区位于山区,地形非常复杂 救援人员难以快速抵达受灾地区 而废墟里的温度很低,人很可能迅速室温 从而错过黄金救援72小时 相比土耳其,叙利亚的救援行动更难开展 目前,叙利亚镇区地缘政治极其复杂 且在地震发生之前,叙利亚就已存在巨大人道援助缺口 灾难使得人道救援需求进一步增加 此次土需地震烈度大,影响范围广 需要大量搜救人手 目前,国际官方与民间救援力量迅速响应 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就启动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机制 决定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提供紧急援助 当地时间8日40、30分 中国应急管理部派出的中国救援队82名队员 携带救援装备和物资抵达土耳其阿达纳机场 共携带了20吨搜救、通信、医疗等救援物资和设备 以及四只搜救犬,赶赴灾区协助当地政府抢险救援 同时,中方也正在协调向叙利亚提供叙方急需的救灾物资 并加快落实正在实施的粮食援助项目 中国社会各界应急力量也正积极向土耳其和叙利亚伸出援手 中国红十字会已分别向土方和续方各提供20万美元的援助 中国首支社会救援力量也已于7日上午赴灾区开展救援 蓝天救援系统、浙江公洋救援队等实质队伍 将携带生命探测仪、卫星电话、搜索装备、破拆装备等300余台套 于9日陆续抵达阿达纳机场赶赴灾区开展救援和灾后援助工作 当前,阵后的生死救援仍在进行中 生命无国界,我们为怨逝者安息 希望土区人民能尽快脱离险情 也祝愿池源灾区的救援人员平安归来